欧洲唯一黄种人国家,是我国一个已消失民族的后裔。 我们知道近代世界那是西方白人的世界,他们最早开启了航海时代和工业文, 明时代因此在这种发展,下黄种人和黑人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 而欧洲基本上都是白种人,这也是他们骄傲的, 但是你知道吗在欧洲也有一个黄种人国家,还是我国一个民族的后裔, 只不过这个民族已经消失了,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是东欧一个内陆国家,全国领土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 大概相当于我国一,各省人口接近1000万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 是欧洲地区的中国之一,而在欧洲跟匈牙利不同, 而是匈牙利人的长相于欧洲其他地方, 人的长相有明显去撇更加接近东方的黄种人, 很多是黑头发黑眼睛皮肤没那么白, 而且在民风民俗上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 结婚礼仪甚至丧葬方式更加接近于中国, 而且他们的姓氏,他们的文字,歌曲更多的中国在北相同, 甚至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遥远的东方。 匈牙利招名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 来到多恼和盼建立起国家,而经过世界历史专家的研究。 匈牙利人很可能是在公元三世纪, 在东方消失的匈奴人西迁后的后裔当时的匈奴人在汉民族的打击下被迫西迁, 而与此同时,在公元三百七十多年欧洲东部出, 现了一个强悍的东方游牧民族, 匈族人,他们善于欺设善于战争在欧洲, 中部横空直撞在匈牙利平原, 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此后在这块土地上留了下来。 经过几千年的繁衍, 他们的后代虽然越来越接近于欧洲的白人, 但是还是保留了很多东方人的特质, 连匈牙利的总理都承认, 他们可能是匈奴人的后裔, 而匈奴人作为中国古代一支强悍的民族, 在我国北方活跃了几百年, 最后在融合下, 融入了中华民族, 因此, 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匈奴族这个民族了, 是一个消失的民族, 但是匈牙利却是他们的后裔。